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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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什么帮妈妈? 我第一次帮妈妈 我不知道怎么喂妈 妈妈你看起来很紧张 我来教你怎么样如何正确抱小孩 正确的母母母味姿势 母母母味的姿势 柔卧之感人式抱法 摇篮式抱法 修正感人式抱法 抱婴儿哺乳重点 寶宝的头和妈妈身体成一直线 上唇对着乳头 身体紧贴着妈妈的身体 手托着婴儿臀部 正确的寒乳姿势 寶宝的嘴髒得很大 下嘴唇外方 上唇上方的乳音 叫下唇下方的乳音 露出的多 下巴接触乳房 我的小孩子哭 怎么抱他都不吸奶 怎么办 妈妈不要紧张 我们先给小孩安抚 然后再观察他 有没有饥饿真相 还是尿布失热 什么是饥饿真相 什么是饥饿真相 宝宝的嘴巴 有吸引的动作或声音 手靠近嘴巴 轻微出声或哭闹等 宝宝的嘴巴张开吐舌头 宝宝吃饱的真相 宝宝的身体会放松自然入睡 或者是用手轻轻推开 或自行远离乳房 或者是妈妈有脏奶 胃丸乳房会变软 宝宝吃到足够奶水的表真 解尿 出生后的前五天 每一天加湿一块尿布 五天后一天五到六次湿透的尿布 尿颜色会呈现淡黄色 体重出生后的两中内 会回到出生体重 如何确定有吃到奶水 一开始宝宝的下巴会冻得很快 刺激奶水的分泌 等喝到奶水的时候 下巴会冻得慢而生 约一秒一次 当宝宝突念时 动作会暂停 有时候暂停或者是 恢复成短暂又快速的吸云 接着又是叫声而沉稳的吸云 那我要怎么挤母乳 手挤母乳的时机 当妈妈乳房肿胀时 宝宝不亦含乳时 或者是妈妈的乳汁过多 宝宝未能吸云 或者是离开宝宝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妈妈乳房肿胀不适 因而太小或者是生病 或者是乳头凹陷 积乳前我们要洗手 准备消毒干净的容器 将大拇指食指放在乳云旁 其他手指头拖住乳房 轻轻的往胸臂内压 再以大拇指食指压住乳头 挤乳晕后方 反复压放压放 避免压得太深 以免阻塞乳腺管 开始挤压时 有时不会有奶水流出 在挤压多次后 奶水会开始滴出 滴出的奶水使用奶瓶收挤 然后一边乳房至少挤压3-5分钟 直到奶水流速变慢 然后挤压另外一边 如此反复数次 挤奶时间约30分钟 那我要怎么储存我的母乳啊 婆婆又喝的时候怎么办 奶水的储存于使用 新鲜干挤出来的奶水 室内温度25度C以下 可以放置4小时 如果不会用到 尽快冰冷藏 冷藏的奶放在冰箱后面 不要放在门边 新鲜的奶0-4度C 可以放置5天 解冻过后的母奶可放置1天 毒门的冷冻可放置3个月 解冻后不要再次冷冻 运送的过程中 要以冰煲维持低温 母乳挤出来后 装入消毒的容器 或重用的母乳收集袋中 每个容器需标注日期时间 才可以按照顺序喂食 冷冻的母奶放置于冷水中浸泡 4薄薄的奶量倒入奶瓶中 隔水加热 不可以用瓦斯乳或者是微波乳加热 解冻过的母奶不可以再放回冷冻库 要放置于冷藏室 且24小时内要喝完 已加热过的母奶 如果没有喝完即丢气 不可以隔仓饮用 谢谢护理师的帮忙 希望教到你这些母乳補胃之时候 对你有帮助 回家有遗物也要打电话回来到医院 谢谢